第十四章 故道 一 故道 雪停了 黄河两岸的世界又是一片莽白色 去年大雪天 人都冒雪练钢铁 忙累的每一个人都恨不得长出四条腿和八只胳膊来 今年的这个雪天里 九十九区的人都猫在屋里钻在被窝中 谁也不动不说话 怕费了力气添加了恶 唯一活动的是雪者会不断扶着墙壁 到各个屋里走来走去着 到这个床边推推被窝的人 你 还活着吗 见那人动动身子或睁着眼睛看他了 他便说 咬着牙 一定要活着 上面不会让我们活活饿死的 读书人全都饿死了 那这个国家也该饿死了 不管床上的人听没听到他的话 愿不愿去听他的话 他边说边走 就又到下个床铺了 扒开蒙住头的脏被子 看床上的那人闭着眼 他把手指放到人家鼻前试一会儿 又去推那睡着的人的肩 再到下一个床 你还活着吗 一定要活着 活着就能看到上边 让我们到这懊悔的事 学者如是这九十九区的上面样 召唤同人要活着 千万要活着 不知他是不是这儿学问最大 职务也最高 可他肯定不是这儿年龄最长的 没有人推举他是要活着的组织者 去做和孩子一样大家上面的人 可他就这样自己 一个床铺 一个床铺 一个屋里一个屋里去走说 都知道他曾经给北京最上面的领袖 起草过哲学讲言稿 翻译修改过最最重要的书 于是除了听孩子 也听他的了 都望着他的脸 很疑惑地问 上边不会不管我们吧 他摇头 绝不会 不出半月 上面一定会来人看我们 又到女的屋里去 问一句 都还活着吗 看见女的都在床上翻身看着他 他从口袋取出几个纸包 椰草子 跟面掺到一块煮煮吃 给每个女的一包椰草子 最后到音乐面前 把纸包放在她的枕边上 摸了她的脸 捏了她的手 趴在她的耳朵上 起床去吃吧 给你的 是面和小麦粒 然后转身扶着墙 大声地 都活着 上面不会不管我们的 雪花有路了 上面一定会有人给我们送粮食 说到底 国家还需要读书人 就都信了她的话 把每人每天一两的黑面里 掺野草 掺树叶 也掺一些严茧田地的淤泥土 和成面 烙成泥土野草饼 饿了 吃几口 用开水生水 顺下去 泥面黑饼吃多了 人都拉不下 学者又组织同人们 一对一 你拉屎时 我趴在你的屁股上 用快挖 我拉屎后 你趴在我的屁股上 用快挖 女人也这样 外面冷 学者怕大家一冷一饿 去厕所时 死在院里或路上 就通知大家都在屋里解 小便可尿在屋门口 会有多余的碗瓶 尿到碗里 瓶里 倒到屋外去 人都依照学者说的 在屋里大小便 所有的屋里 便塞满 使尿的臭味和骚味 这样过了十天后 雪化了 通往区外的马路上 有了干地和路行 果然 就从上面来了人 人们都在各自门口 晒暖桌狮子 有女的给男的补衣服 到了午时后 太阳暖到可以不穿棉袄 也不觉太冷时 有人指着大门外 空气无人的大道说 快看呀 快看呀 就都看见一片 临白临灰的旷野里 有一辆吉普驶过来 像一叶小粥 颠在风浪水面上 但那吉普到了 九十九区大门口 从车上走下几个人 最前的穿了灰制服 头发花白 呈着偏分 瘦高个 刀条脸 牙很白 却是微微的 像唇外 睁着牙身子 他走在最前边 人都围着他 推开孩子的屋门 走进孩子的屋里去 大家已经一周 没有见过孩子了 都想孩子是去镇上 开会吃喝了 不想这时孩子 还在屋里边 他们在那屋里 待了半个时辰后 又从那屋里走出来 一齐人 朝着晒暖的人们 慢慢走过来 孩子跟在人后 就像一只羔羊 跟在几只聚在一起的头羊后 到了前排房的一片日光中 最上面来的穿制服的瘦人 脸上先是有些兴奋的亮 极致看到日光下的人们 全都肿着的脸和水亮浮肿的腿 瘦人脸上的光亮没有了 成了灰白色 不说啥话 只扭头看着身边的人 身边跟的就低头嘟囔着说了几句啥 上面的瘦人眼圈就红了 他让孩子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前排太阳下 孩子就跑着到各个房间去大唤着 集合了 上面来人看望大家了 换到有些喘气时 所有的都从屋里出来了 全都扶着墙 或相互搀扶着 到了前排空地上 日光黄黄爽爽 像透明的液体摊在地面上 上百张全都肿胀透亮的脸 在阳光下如掉在半空的一片水袋子 五十的区院里 虽冬天因为没有风 温暖就在地上慢软软的流 院外旷野地里未极化的雪 在太阳下映着刺眼的光 人都饿得头晕目眩 不敢朝着远处望 就都望着脚下半干半湿的灰沙地 看见上面来的人中 那个最最上面的穿了肩口布鞋 鞋面是黑色 鞋底是手针纳成的 白的和血样 粘在鞋底边的红沙粒 如人们挤破狮子的血 他穿的是灰色泥裤子 裤纹直的如尺子立在他的裤腿上 人们站在他面前 沉沉默默一大片 他望着大伙 大伙也都望着他 我 学者和音乐 站在最前面 知道他是上面上面的 不知道他是地区还是省里的 就都那样望着 打量着 静得很 每个人都能听到 因为饥饿过度引起的 或轻或重的耳鸣嗡嗡声 还听见阳光在地上 触碰沙子 微吱吱的响 还有在那镜中 人们和上面们 相望时 彼此目光的摩擦声 就在这奇境细微的声响中 大家等着上面的开口说话 可在忽然间 最上面的却眼里流了泪 猛地朝大伙跪下来 说了句和学者说的 一模一样的话 国家需要你们呀 你们饿死了 国家也就饿死了 无论如何 你们都要想方设法 活着呢 说完后 跪下朝人们磕了三个头 又说了一句 国家 对不起你们了 起身擦了泪 最后看了日光下 那一片掉在半空 如水袋一样浮肿发光的脸 擦着泪 转身朝大门那儿走去了 跟来的也都跟着走去了 一骑人马 跟着那最围上面的兽人 回到大门口 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两袋面 兽人拍了拍孩子的肩 由孩子把面搬到自己屋里去 又对孩子说了几句话 就都又上车 轰轰卡卡 朝别的御心区里开走了 雪刚化 吉普车跑着 甩起了许多雪泥水 在他们走了后 人们的脸上都有兴奋的红 都看见 有两袋面搬进孩子屋里了 就都围过来 在孩子面前站下一大片 等着孩子给大家分面时 学者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了 他挤在人群里 有些惊讶欢快的大声问 你们知道 那刚才来的是谁吗 我想起是谁了 竟然是他 从北京来这儿 看我们这些人 所有的人 都扭头望雪者 围着雪者等他后面的话 他是国家大职士 一个国家的事物 都有他管呢 全都愕然了 半信半疑着 可凡从京城来的 却全都恍然大悟了 明白那个兽人 分头 穿制服和中式鞋的上面的 却是来自京城 上面上面的领导人 是国家大职士 国家除了偶获 有人领导他 他就是顶顶上面了 于是间 便都有慌忙 把目光从大门口 追到门外 通往室外的马路上 而那马路上 除了在雪泥里 留下的两道车折痕 别的 什么都没有 就都在脸上 留下喜悦和汗事 重又把目光收回来 便见着孩子 手里拿着分面的牙杯 盯着学者的脸 半是埋怨 半是恼怒地说 你认出他是京城上面的 为啥不让他给我发一张奖状 带一朵红花呢 说着 孩子失落地站在那儿 脸上灰灰 连一点光色都没有 以为最最上面上面的大执事 来看了预心区 所有的事都会一了百了 迎刃而解 如一团乱麻 被国家的执事抽出了最有序的绳头 至少饥饿该到此了结 重新恢复到原来每月给大家供给的粮数上 可那最最上面的走了后 除了他留下的两袋面 一袋细凉小麦面 一袋粗粮玉米面 每袋一百斤 其余别的事都和他没来样 都依然还是白茫茫的 无奈和绝望 雪是大都熔灭了 只有低洼和土地沙林的背阴霞 还有白色和冻死的土 两百斤的面 每人分了不到二两一牙杯 几天后面尽了 人又开始饿起来 更为可怕的 是每人每天供给的一两粗粮 没有了 上面说 人民都没吃的了 还管什么预心区 就都挨饿了 在荒野要自己寻食 养着自己的命 食入腊月间 有个同人饿死了 明明昨晚还有人看到 他在床上翻身子 来日 他就死在了被窝里 他是省会农科院的研究员 专门研究两种培育的 也是他领着人们 种那亩产万斤的实验田 可却首先饿死了他 这老天 学者带人 把他埋在区院后的空地上 收拾遗物时 发现他的枕头下 藏着再次挣的一把小红花 共有七十多 藏在一个信封里 要换五角星 已经可以换到三颗了 同屋的 把这一信封小花 烧在他坟前 有人说烧掉可惜了 学者瞪了那人一眼睛 也就烧掉了 让小红花伴他 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 九十九区 也终于有人饿死了 活人自然 也都更加心慌了 和他同屋的 就都搬到别的屋里睡 学者又一个一个屋子 扶着墙去说 别睡了 不能活人活饿死 都到野地去找吃的吧 就都漫黄漫黄 到屈原周围的田野里 扒草根 找那秋天留下 没有枯腐的玉米棵 去荒草地里 如波豆一样 寻那草棵上的野果和草籽 上午太阳升上来 地上暖和了 人都走出去 有人走不动 就如狗一样 在地上爬着走 在那旷野里 人们蹲着 爬着 找那草子野果时 像放荒 在旷野的一群羊 到了日落时 人在走着 爬着回到区院里 如羊 在日落时分 衣食归卷般 可就在这天黄昏里 人们又都挪着 爬着 从荒野回来时 有人看见 埋在区院后边 农科院的研究员 他的坟被扒开了 那席背里的尸肉 被人挖走了一块又一块 大腿上 肚子上 留下的洞 如黑土泥地 被牵除 用过了力 人 已经开始 偷吃 人肉了 落日 带着冬寒 在旷野 微暖一会儿后 红亮被阴云 遮盖住 风 从北边 灰明 吱吱地 吹过来 不知是谁 先看到了 那被挖开的坟 带学者 宗教 从后边 赶江过来时 大家已经在那坟坑 围了一大片 像看一桩 奇异 惊恐的诗 脸上都挂着 金饿和雪白 不敢相信 他们中间 有了人吃人的诗 音乐 医生几个人 他们看着 那被挖开的坟坑 和切割过的诗 蹲在地上 哇哇地吐 学者是煮着一干树枝拐杖 从后边赶来的 他深陷的眼窝里 盛着黑 到那扒开的坟前 看一眼 把拐杖树枝 朝地上 猛一丢 脸上有了 喷雪的暗红 和铁青 我操他奶奶 敢吃人肉 你还算他妈的 读书人 骂着 回过身 把目光 朝后边的人们 扫过去 像要从那些人中 找到是谁 扒吃了 研究员的诗 然 就在他扫着一眼后 人们都在他的目光里 金着石 学者 却收回目光 不看了 开始大步地朝着屈苑 走回去 脚下的风 快如他从来没有饥饿过 可没有几步后 他又不得不 扶着屈苑的青砖围墙 喘着粗气 不得不停下 一把 一把 擦着满脸 亮白 虚飘的汗 宗教领着大伙 也都快快慢慢 跟在学者身后边 原来趴在地上挪动的人 也都不再爬着了 似乎都知道 将要发生一件什么事 那脚下 升着力气了 跟在学者和宗教后边 追着去看那将要发生的事 歇下一气后 学者开始走着朝南拐 走进了屈苑的大门里 再歇一会儿 又静止 朝着最后一排房子走过去 一切都如学者料定的样 他到后排房里 推开最中间的房屋门 人一下就轰隆呆在门口 在那中间的屋子里 有两个同仁 这天没有和大家一道 去荒野地里寻找野菜和树根 他们留在了宿舍里 他们一个是省里的文化处长 另一个是国家教育部门的副厅长 本来说他们该是管着人的上面人 可他们管着管着也自己到了御心区 成为罪人了 因为吃了人肉 他们不再饥饿了 就有力气并肩 用一根绳子 把自己上吊在了屋里的房梁上 他们衣着结整 疏离利索 掉在房梁上 盯着进门的学者和跟来的人 而在他们身边的窗口下 用石头架了一个破边的锈铁盆 盆里还有半盆煮过肉的水 盆下是柴还未灭的灰火劲 学者走进去 用脚踢了那猪肉的锈脸盆 看见了窗口桌上放着一个纸包 过去打开来 见那纸包里包着几十朵 他俩挣的小红花和两枚五角星 而且在包红花五星的一张白纸上 用铅笔写着一封他们留下的信 对不起 是我俩 吃了这农科员 吃饱了肚子 我们有些力气上路 先走一步了 人死乳灯灭 再也不用 欲心造就了 你们谁想多活几天 就把我俩吃掉吧 唯一恳求的 就是你们吃了我们后 把我们的骨头随便埋在哪儿 将来通知我们的家人 把我们的骨头 带回去 谢谢同仁们 把这些红花 五星 留给你们吧 看着那广过人的上面 留下的信 学者脸上的亲子 没有了 他有些平静的立在那儿 宗教问他写了啥 他把那信递给宗教看 宗教看了 又把信递给别的人 那信从屋里 传到了屋子外 到末了 不知是谁看了信后说 把他们卸下吧 就把这两个死前 吃饱了肚子的同仁 卸下了 该让孩子来看一眼 又要去埋食 宗教看着学者说 不然孩子还以为 他们丢了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 犹豫着 学者就把这两句死尸 放到他们自己的床铺上 到孩子屋里 去告诉孩子说 日色已将浸进去 最后的一抹红光 像浸在地上的雪 学者踏着这红雪走着时 像鳄鹅飞在雪面 飘乎乎地摇 他听到了自己肚子里 叽叽咕咕的饥饿声 似乎有水在肚里流动 要把他的肠胃都给冲带走 不光饿 因为饿还让他的肠子 拽着疼 他把手扶在肚子上 用力朝下按 这样挤着 就把身上的力气都压到了腿上和脚上 就有力气朝前走去了 有一只野鹊 落在孩子门口的地上密绳 学者看见野鹊 很想把那野鹊吞进肚子里 他咽了一口唾液后 立下脚 捡起一块石头 瞄着野鹊 置过去 结果 那核桃式的石头 离野鹊 还有很远 就已经落下来 他连置一块石头的力气 都没有了 野鹊 看了学者一眼 鸡潮地叫下一声 朝天空飞走了 学者就慢慢走过去 在野鹊刨过的地方找 他看见那刨过的沙土地上 有两粒干的麻雀石 望着那米粒式的麻雀石 学者没有犹豫 就捡起放在嘴里了 不知他嚼没嚼那屎 脸上显出一些怪异的表情后 伸一下脖子 他把那鹊屎咽下了 能吃吗 宗教和音乐 医生从后边跟来问 能 学者说 麻雀在冬天 是吃草子过冬的 草子又不脏 他们就到孩子门前了 先爬在窗口听了听 没听出动静来 又到门前去敲门 直到从屋里 有个细微的声音传出来 学者才一把 将孩子的屋门推开来 和推开那两个上吊的 同人屋门一样 学者 宗教 音乐 一行人 都叮当一下 在门口待住了 不是看见屋里有了死人 那惊冷战利的呆 是火红同量发光的呆 孩子没有像人们那样 饿得只还有一气两气 他眼窝现下去 可脸上还有光 满屋都是光 黄昏前的光亮 卸进孩子屋子里 大家看见他躺在床铺上 而他的床边 床头和床里的墙壁上 别满挂满了 他那被烧掉上面 又如数捕发给他的 奖状和红花 四方光亮的奖状 一行行排着 贴满他床里的墙 而那些大大小小的花 稠的 鲸的 纸的 大红的 深红的 燕浅粉淡的 都系在一颗细绳上 绳子从床头开始旋着 绕在床旁走了一圈 那红花就开满了床头 床旁和床腿 孩子的整个床铺 都被这红色鲜艳家产着 加上他床上铺的 脂染的红床单 暗黑深紫的红被子 孩子就完全被那铜红包着了 使那床铺如同燃着的 一捧火 孩子如从火里 新生的一个圣鹰样 他躺在那一片 红花光亮里 被子盖在身子上 床头的边上 放了一把椅 椅子上放了半碗炒黄豆 和半碗烧开水 炒黄豆的香味 因为饥饿 而显得粗壮凌厉 一鼓一鼓拧着 飞在屋子里 孩子在床上半坐半卧着 正看一本小人书 他边看 边伸手去椅子上 摸那碗里的炒豆吃 豆子吃多了 还欠身起来端碗喝口水 孩子就是在看书 吃豆 喝水的时候 学者宗教几个进来了 他们先把目光 正在那红上 之后又把目光 搁在那碗炒豆上 又饿死两个人 学者说 都饿得 人吃人肉了 把小人书放在床上 孩子坐起来 我前天去了上面了 上面说 我们第九十九区 饿死的人最少 讲给了我几斤炒黄豆 你们也吃吧 说着又把目光 落在那半碗炒豆上 有人偷吃人肉了 学者继续道 上面说 孩子望着宗教的脸 最重要的 是不能让人离开区里 跑出去 再不下发凉 所有的人都会饿死的 我知道 饿极了就会有人跑 可你往哪儿跑 上面说 一世界都是饿饥荒了 满天下就我们这儿 人兮地广 咋样也要熬过 这个饥荒的冬 学者盯着孩子的脸 总不能让人吃人吧 孩子把手里的画书 又朝后边翻一页 世界在早年也有过大饥荒 人死了满天下 还有大水灾 差不多全都淹死了 只活了诺亚一家人 学者还想说什么 可他却只是在那一屋红里 站一会儿 又木然地走江出去了 走出门后又回头望一下 示意让跟去的宗教 音乐也都从孩子的红里走出来 就都跟着出来了 人再都走到屋门口 宗教把音乐让到屋门外 自己带下步子 却又转回身 站在孩子床前的凳子边 飘了那半碗炒黄豆 用鼻子深吸了一下豆香味 又把目光落在孩子手里的小人书上 只一眼就看见孩子看的 仍然是那本圣经故事级的连环画 于是干笑着 把手伸到自己的怀里摸索一阵子 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来 从信封中取出一张叠为长方形的彩纸 展开后 又一张圣母的彩像 就亮在了孩子的衣乌红色里 这是最后一张了 宗教有些难为情地淡笑一下子 真的是最后一张了 你给我一把黄豆吃 我不仅可以把圣母的像放在脚下踩 可以把圣母的眼珠抠出来 把圣母的鼻子和嘴撕烂 脚脚 吞进我的肚子里 让圣母在我的肚里变成粪 我还可以听你的 对着圣母的脸上撒跑尿 说着 宗教瞟着孩子的脸 右手去圣母的亮眼珠上抠起来 且果然把圣母的眼睛又抠出一个洞 使圣母的右一个眼珠成为一个纸片落在了地面上 可就在宗教抠下圣母的一个眼珠去抠第二个眼珠时 孩子脸上的红黄成为黑青了 他扭身抓起一把碗里的豆 一下朝着宗教的身上脸上打过去 宗教未及把圣母的第二个眼珠抠下来 那炒黄豆就飞来 积砸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落满一屋子 孩子不说话 双眼死死盯着宗教的手 正一下 停着抠眼珠的手 宗教又飘一眼孩子的脸 稍稍迟以后 慌忙蹲下捡食黄豆了 且边拾边往嘴里塞 嚼豆子的声响 像一片锤子 敲在石板上 当九十九区饿死到第八个人 区院四周三五几里地的草根草籽和偶然留下的一株小树上的皮都已静静没有了 再想搭些草根与些草籽吃必须要到远远的几里外 有人提着做饭用的瓷缸 瓷碗和火帘 日出时分朝外走 落日之前赶回来睡 他们谁也不跟谁说自己朝哪去 从床上起来就走了 散到摇野的矿荒里 找到一片野茅草或者狗尾巴草 把那茅草根扒出来嚼 把狗尾巴草上的碎子揉在一张纸上或者衣巾上 带草子够了一把或半把 弄来水 把火帘在一块白光石上敲 火星溅到用棉花拧的火绳灰头烧 嘴一吹着火了 便就地生火 煮一碗草子汤 草子汤是黄绿的粘稠状 喝下有一股新草粘土味 为了遮掩那浓烈的草形味 有人把地面橙白的盐碱硬壳 接下几片煮进汤碗里 那草子汤就有了色质的咸味了 草形气就淡到可以忍受了 可那黄绿的汤喝多了人就拉肚子 这一拉人就不能走路了 便活活拉死 饿死在了这个冬天里 为了不拉肚 就要把地上的壳碱多放些 可那地碱吃多了 人的肚里心里会烫得如着火 烧得闹腾 人就晚上睡不着 来日腿上飘忽 就有人在去找草根草子的路上 忽然倒下去 再也没有 爬起来 也就随地选个挖坑 把它埋掉了 在坟头放块石头或者插根棍 做个记号 记住某某死后埋在了哪儿 以便将来把他的死尸交给他家人 可在第二日 那插在坟头的木棍不见了 那堆着的石头也没了 大家就忘了把它埋在哪儿了 到了腊月间 当九十九区的人们饿死到第十八个 有一天 大伙在去捋草子之前 都在院里讨论 究竟该在草子汤里放多少地剪时 我发现音乐的脸色和大家不一样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腊黄 或者人之将死的铁青色 可音乐的脸上还有淡淡红润的光 死就像风来风去一样 说吹来也就吹来了 男人女人们早已经没人洗衣梳头和刷牙洗脸了 可音乐的头发却是梳得齐齐整整 编成一个毒辫 发梢上还扎了结成花的暗头绳 那浅红的女士制服上衣 也穿得干净利落 叠下的衣纹都还横竖在她的胸腰间 我开始对音乐存下一心了 她站在一堆人的人群外 我站在人群外她的正对面 透过每个人都如干柴般的瘦脖子 小心地瞟了音乐一阵后 我朝她的身边挪过去 竟还在她身上闻到了淡极如丝的一股雪花糕的香 我有些惊异地站在她身后 心里有窃窃的讶意和自喜 从饥荒到来后 我每记下一夜人们的言行 孩子就给我一把面 到后来大伙都断绝供给 没有粮食了 我每上缴午夜 孩子给我一把面 再后来孩子没面了 我每次去缴我的记录时 孩子都给我一捧半把炒黄豆 九十九区里的人 人人浮肿无力 随时都会死 可我或多或少 没有断过粮 我也饿 可我不会死 只要我每天都偷偷记下一些人们的言行来 然在这些天 因为人人都分散到远处 捡食草子儿煮汤了 我已经很难再听到 看到他们的言行了 我已经有五天 没给孩子搅过罪人路 没有得到孩子讲的炒豆了 我决定从这天开始 就跟在音乐后 把他的一言一行记下来 弄清他吃了什么 脸上还有润红色 然后我就也有吃的了 说不定脸上会和他一样 有活人气色了 九十九区已经饿死了十八个 他却还穿戴奇症 洗漱干净 身上还有散散淡淡 一股香味 议论完了一碗草子儿汤中 该放多少地检后 人都如往日一样 朝着区院外边走 主棍的主棍 扶墙的扶墙 走出区院院落石 如天色放亮后 牧羊人开了圈的门 羊群都各自散开 朝着圈外的野地去 有的东 有的西 有的三二结伴 有的一出门就独自朝着某个方向 孤影着 太阳已经高到将悬头直正的位置上 慢慢泛白的荒野里 度上了一层薄黄的光 走去的人影 一个个由大至小 最终都成为黑点 消失在了这荒漠里 我站在区院大门外的一边 等着音乐走出来 他就果真走回屋里 取了驴草子的袋 和医生一道出来了 在门口不知他们说了啥 医生东 音乐 朝着东南的方向走 不快不慢 像有目的的 朝着那儿去取一样东西般 我贼在他身后几十米 一样手里拿了装草子草根的一个袋 已被他发现我了 能有一副去寻草石的样 就那么跟着走 太阳把我的影投到左侧 像倒下来飘移的一段枯树干 走了一段后 饥饿让我气喘吁吁 如跑了十几里的路 而沿着小路一直向前走着的音乐 却是脚下越来越快了 到了下一个路口上 在我蹲下喘息时 他刚好转过身子打量起什么来 见身后和四野没有人 便把脚步放慢了 拐个弯 沿着正南的土道 往九十八区正前走 他在土道上 我在野荒里随着他 到七八里外九十八区的一片房子前 他不再向前了 而是从路边拾起一根一人高的树枝 插在路边上 然后朝九十八区向西一里外的一排炼炉走过去 事情是约好在先的 音乐把那树枝插在九十八区路边没多久 从那区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来 穿了泛白透黄的旧军服 过来把那路边的树枝拔下放在田头上 也朝着那排旧的炼炉走去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间 音乐从炼炉出来看了看 对走来的男人笑一下 烧了没 男人从腰间取出一个比拳头大的小袋 朝空中举一下 两个人就都钻进那个炼炉了 我趴在炼炉不远处的一个土坑里 把头伸在一棚野草间 模模糊糊看着这一切 有些明了事情的原委与曲直 日以平南 从黄河故道吹过来的风 在转暖的日光中 变得温和 如浮在天空中的丝 原来的东寒 在正午时候淡下去 旷野中铺了薄淡一层暖 从海硬洞的土坑爬出来 我开始朝那竖着的炼炉 悄悄走过去 那炼炉是去年冬天 98区炼钢烧铁留下的 现在成了音乐和穿旧军服 那人的肩房了 那一排炼炉里 不知炼出过多少渣子铁 一年后 外炉壁的浮土都被风吹了 留下光秃秃的焦红黑鹤 裸在天底下 一排炉 像一排竖在那儿 硕大生锈的铁垫子 他们是钻进了 那排炉的第二个炉 我到那炉前门口 在地上蹲一会儿 竖着耳朵 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后 又朝那炉后走过去 从两个炼炉的缝间 爬到炉顶上 原来炉顶吸炼胶水的洞眼 如井口一样对着天 我开始爬在炉顶上 摒着呼吸 朝那炉井爬过去 一步一步靠近着 极致到了那炉井口 朝炉炉下面望一眼 慌忙 又把我的目光 从炉井下面拽着收回来 一下呆坐在了炉顶上 远处有人在草地捋草籽 有人已经开始在那儿 点火烧煮籽汤了 坐在炉炉顶 看那远处生起的烟 我就那么默默地坐了几秒钟 让自己狂烈跳动的心绪 缓平下来一点 又悄悄爬在炉洞口 把目光再一次 朝炉炉里边投下去 那炉炉里 有半间房的空间大 在靠北站一半的地面上 铺了很厚一层干野草 干草上有一床 很脏很旧的粗布被 被子破了几个洞 露出的旧棉絮 如埋在土里 过了几年的浮草纸 音乐和那男人的衣服 都脱下堆在被旁边 两个人身子钻在被窝里 头和尖裸在被外面 男人正在音乐身上 猪一样气喘吁吁地 忙着他的事 而音乐 把头从那男人的身下 震出来 拌仰着头盯着斜上方 斜上的炉壁那儿 有个小窑洞 那洞里放着一个黑窝窝 聚音乐的眼睛两尺远 像一盏灯 吸引着音乐的脸和眼 男人不让音乐现在吃那黑窝窝 让他专心他们身子的事 可音乐望着那窝窝 眼睛瞪得将要流出来 这样过了一阵后 男人在他身上不动了 停一会儿 欠身去他的军库口袋 又摸出半个白面膜 他把那黑的窝窝放到一边去 将白膜放在窑洞里 像把一盏灯的光火拨大了 对音乐说了三个字 唇细凉 然后用手搬了一下音乐的尖 音乐便慌忙从背里站起来 趴在地上如狗样 让男人从他的后边朝着里边进 而他却更是抬着头 拉着自己本来就瘦长的脖子 死死盯着 那半个白面膜 男人是愈发的疯癫张狂了 从音乐的后边进进出出时 发出嘶哑快活的尖叫声 而音乐 一丝不挂 裸趴在地面 一只手扶了炼炉烧红的臂 把他的身子弓着撑起来 另一只手伸出 想要去拿那半个膜 被那男人打一下 等一会儿 音乐便慌忙把手缩回去 从又直勾勾地盯着眼前 那半个白面膜 如在黑死的屋里盯着一团光 这当男人说着更快地动作着 像疯了一样欢快和猛烈 我爬在炉顶的井口上 目光僵直了 眼角有了火辣辣的疼 我不知道他们在那炉里 做了多久这偷奸的事 直到男人发出一声狂乱的嘶叫声 从他身子上瘫着坐在被子上 才自言自语一句话 痛快死了 真得大谢这饥荒 而音乐则慌忙 用双手抓起眼前的窝窝 和那半个白面膜 一样一口地轮换吞起来 到音乐快要把膜吃完时 男人有些难为情地说 我那儿也没多少粮食了 我们隔一天到这儿一次吧 音乐正一会儿 忽然上前一步抱住男人亲一下 你是上面的人 可以去上面要 明天 你不用给我白面膜 你只要给我一个窝窝就行了 你们城里的读书人 就是比乡下人弄着好 男人最后笑着说了这一句 开始去提着自己的衣服穿 到这儿 一切也就安静了 我开始把头从井口慢慢缩回来 坐在炼炉顶上的太阳下 脑子里嗡嗡鸣鸣一阵了 不断想到音乐雪白的肉身子 想到他在男人身下盯着窝窝的眼和狼吞虎咽那半个白膜的样 天空里洁减阔 游云在高远的日光下 发出丝丝微微向前移动的脚步声 前后左右又多了几处煮吃草子汤的烟 拧成麻绳的扭状竖在天空后 然后拧下来 似乎不动了 却又慢慢散开 消失在天空间 说到底 这是正蜡月 空气中有很厚的冷气在慢散 只是家有薄薄一层五十阳光的温暖味 沙地和草根 在这冷暖相间的气味中 发着辉煌的光 把自己干沙枯草的味道揉在阳光下 变成水草 在日光下风干后的原野味 就在这七杂八乱的味道中 我辨别出了从炼炉飞出来 滞留在天空下那半白的磨香和炒黄豆那焦燎闪亮的豆味 望着远处生起的烟 我伸长脖子吸了一口那磨香和豆味 随后听到了身后 炼瑶里有了脚步声 本能地把身子朝炉背腰间缩了缩 扭回身爬下来 看见音乐和那男人从炉轿走出来 左右望一阵 各分东西了 带他们走远后 我从炉上走下来 到炉轿里 看见他们盖过的被子叠成一个方块 放在轿里的一个被风避雨的凹窝里 上面盖了一盆草 我把那干草撩下去掀开被子 闻到了被子里有股污脏的腥臭味 可在那腥臭里 我把被子提起抖了抖 捡到了抖掉在地上的几粒炒豆和磨花 慌忙把那些磨花炒豆捡起 放进嘴里吞下去 把抖开的被子重又叠好后 将那些干草重新又盖在被子上 从炉瑶炉里走出来 我看见那穿军装的男人朝98区去 音乐朝着99区的方向走 他那件浅红的小领制服上衣 在路上如一棚 然后不息闻闻的火 我也朝着99区的方向走 回到99区里 出去吕槽子煮汤的人们都还没回来 院里的静和城里荒废的一个陵园样 孩子的屋门还关着 门上落了锁 不消说 他又到镇上总部了 朝那瞅一眼 我很想尽快见到孩子 对他说了我今天所见的事 我知道对他说了 他会给我半把炒黄豆 可写出来 他会给我一把炒黄豆 我真的很想 对谁去说我见到的事 告诉他为何音乐脸上 还有人的气色和红润 可以我的年龄和经验 我明白 音乐和那男人的事情还没完 明白我看到的音乐和那男人 只还是一场大戏拉开幕后的一场电场戏 是故事的开始和序幕 我应该沿着故事的线索神鬼不知地走下去 只要跟紧故事的线 我也可以和音乐一样弄到窝窝 白魔和炒豆 太阳已经西偏了 很快会有人从野外捡驴槽子走回来 站在区院内 让沉静的我四周积压一会儿 我本能地朝女宿的门口走过去 可我拐过墙角时 却看见音乐从学者的宿舍那边走回来 迅速地闪躲一下后 带音乐走进她的屋 我朝着学者的宿舍走过去 因为几乎没有外人走进区院里 因为人都饥饿到吃草吃人肉 谁都没有值得被人偷的东西了 所以除了孩子外 大家外出都不再关屋门 我静止进了学者的宿舍里 静止到了学者的床前面 一眼看见屋里大家的床铺被子都没叠 只有学者的被子叠得四方四正 放在床头上 而且样子是刚刚叠过的 被子被抖后的蓬松还没塌下去 我猜测是刚才音乐进来 把学者的被子叠了叠 将目光落在那叠好的羊布蓝背上 把手朝背里伸一下 不出所料的 我从学者的背里摸出了一个胳膊粗的布袋子 解开布袋口 那袋里有一棚炒黄豆 我抓了一把吞进嘴里后 又一边把一棚黄豆往我口袋里装 一边把学者的被子抖开弄乱 和别的床一样早上起床 没有叠得痒 从学者的屋里走出来 我快步朝着我的宿舍走去了 第二天我又跟着音乐朝那七八里外的九十八区走 又见他竖起路边的树枝在填头 那穿军装的男人就又从区里出来了 他们在练炉完事后 我跟着音乐走回去 竟又在学者被音乐叠好的背里找到了半个白面膜 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吃过细凉了 已经忘了细凉白面是什么味儿 抓住那半个白膜时 我未及仔细看一眼 就把那白膜往嘴里塞 干硬的膜块 在我嘴里先是噎一下 接着我的口水 把那硬膜化开一层 那股成灰成白 如炒芝麻般香的膜味 跌跌荡荡突然卷在我嘴里 撞得我牙床舌尖和浑身的肠胃 都哆哆嗦嗦着 使我没有顾及细细品味那膜香 就把那肝膜一口一口吞进了肚里了 直到把半个白膜吃完后 留在牙缝的膜花 才让我感到了那膜味不是芝麻香 而是小麦面那淀粉和花生油 混合一块的雪白鲜红的香味 品着那味道 在学者的床前吃呆一会儿 吃完膜 如有样珍贵东西丢失般 使我遗憾着 把学者的被子 重抖成早上没有叠的痒 我又从她的床边走开了 站在空气的院落里 回忆着磨香味 我想起了我种的比古岁还大的十八岁血脉 我想谁有能卖碎 谁就可以闻着卖香度过这饥荒 第五天 所有的罪人又都出门去捋草子时 我和他们一块出门了 大家朝着西北走 我独自朝着东南走 到一块捡挖地里蹲下后 等着音乐从区院走出来 去把路边的树竿 竖在九十八区的路边填头上 可是直到太阳高至半空时 也没见音乐走出门 担心是我的疏漏 让音乐从我的眼皮下边过去了 我装出寻草驴子的样 到了那一排他们通奸偷情的炼窑里 第二个炼窑炉 里面的草和被子 被移到了有日光的那一边 可那被子齐齐叠在草铺上 上面又盖了甘草和树枝 会是一堆没人动过的样 音乐和那中年男人 这天都没到炼炉来 回到区院后 静止到女宿的第二个门 进去看见音乐正在洗衣服 而且是洗她穿的那个 我亲眼见过的 鸡之粉色裤头 有针吗 站在门口我这样问一句 音乐慌忙甩甩手上的水 去抽屉给我取出了 她的针线小纸盒 哪破了 用我替你缝补吗 把用药盒改的针线小盒递给我 我清楚地看到 音乐脸上的红润了 虽不是三月桃花的红和燕 可却是正常女人的粉润和水色 你没去捋草子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 那我去给你捋些回来煮煮吧 朝我摇下头 音乐很感激地 说她前些天捋的草子多 还够煮一顿 事情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她没有问我 为何去捋草子回得这么早 我自然也不会问她 为何不去炼炉约会的事 可在第六天第七天 她仍然没有去炼炉约会那男人 她又开始和大伙一起去荒野捋子煮草了 然在端起了那加了树皮和土壳碱的青黄草汤喝着时 我看见她喝了几口后 忽然朝一块洼地躲过去 在那洼地的一个避人处 她把喝进去的草汤全都吐酱出来了 我想她不是怀孕了 就是因为有那男人每天供她粮 她已经吃不下这在大鸡井中的救命草汤了 躲开呢 到这围草边上煮汤的另外几个人 我远远地望着独自呕吐的音乐 看她趴在地上像拱着的一只虾 很想过去在她的背上捶几下 可最终我没有朝她走过去 呕吐后音乐在地上坐一会儿 望着远处曾经有过无数火龙炼炉的黄河低暗的方向 想一会儿 她倒掉煮在大茶缸中的草籽汤 朝区里那边回去了 人都已经饿到将死未死的境地里 自己能活着是天大一桩事 至于别人怎样 大家都已不再关心了 都看见了音乐倒掉草汤回去了 但没有人关心她回去干什么 只有我 为了弄清音乐为什么突然不去和那男人约会的事 为了记下她的行踪与秘密 交上去领些奖粮和食物 我在音乐走了后 匆匆喝了我的如炬走喉的草籽汤 找个理由也跟着回去了 到区院我又看到了更令我意外的一桩事 就像看到了一场大戏最不该有的情节样 可那场大戏就那样开场了 就那样演出了 孩子这天从镇上总部回来了 他门上那把落下有几天的铁锁不在了 门吊链如往日无二的垂在门板上 不知道是腊月末的初几日 该是公历的一月或二月 但这天的日光格外好 这是一个少雪的大旱冬 每天太阳都如期而至地走来挂在天空上 满天下烧铁炼钢砍完了树 寂静里寻食也都把草根吃尽了 大地上的沙土落在天底下 稍稍起风就有尘土满天飞 遮光蔽日如后级的黄沙连续悬在天空间 可是天好时没有风 天下的透亮能让你看到天空间飞的草叶 羽毛挂在天上的样 这一天是个好天气 从屈苑顶上洒下的光 如清净的温水池在院落内 人都出去了 只有温暖和空气在屈苑堆砌着 看见孩子门上没有啰嗦时 我脚下淡了淡 想要走进去 告诉孩子他走着几日99区发生过的事 不消说 孩子去上面回来是要带回粮食的 因为孩子终是上面的人 只要我告诉了孩子区里发生的事 他准会给我粮食吃 只要我把我记一下的音乐和那98区的男人 偷情通奸的几页字纸交出去 孩子一定会给我更多的粮食或炒熟的豆 足够我三天两天不喝籽汤 也不会饿死在区里 可就在我要拐弯走进孩子的房间时 精益闪现在了我面前 孩子的屋门吱压一声打开了 音乐从那门里走出来 像一个演员从舞会后面走向前台出场样 我不知道他先我一步回到区院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从草荒的野地回来时 他还是穿着平常的深蓝旧布衫 布衫的袖口烂后补了一块绿补丁 可就在这丁点的功夫间 他那深蓝的旧衫不在了 身上换了件 他每次去炼炉约会才穿的粉蛋小领的掐腰女制服 裤子是鞋纹的洋织布 鞋是平容的方口坠带黑布鞋 走过去留下了雪花糕的味 如八月的桂花开在我面前 不知道他在孩子的屋里和孩子说了啥做了啥 可他出门时手里提着一个手绢包的兜袋 从那手绢兜袋散发出磨香味 让我很远就一鼻子捕着逮到了 愕然地站在大门口 音乐瞟了我一眼 提着用手绢兜的那膜走去了 扭头抓紧往孩子的门里瞅去时 在音乐顺手关门的瞬间里 我看到孩子花红如火的床上 又堆了一堆用指茧的大红花 而孩子单瘦的背影在那床边晃一下 他的屋门便轻巧顺势关上了 我的视线如刀割一样被截断在了门外边 再看走去的音乐描述的身影 在日光下如竖着游走在水面泛红的一株水柳树 我没有拐进孩子的屋 我怀疑孩子已经不是先前的孩子了 他已经长大了 唇上胡须从绒绒的寒毛 已经有些黑的直映了 也还许在女妖音乐那儿 他已经变成一个男人了 说不出是对音乐的恨 还是嫉妒他年轻妖精 总有膜或粮食吃 渴望着他消失在前面墙角的后眼 我心里杂陈的味道如剩下发酵后的粪坑一样 酸臭和浓烈 忽然间我很想追着他到他宿舍去 告诉他不把孩子给他的蒸馍给我一半吃 我就把他和98区那男人在炼炉贼欢的事情 不仅告诉孩子还要告诉99区所有的人 可好在这个恶念在我脑里只一闪 我身后又有了脚步声 是别的同仁从野荒回来了 他们的脚步制止了我跟着音乐走过去 或直接走进孩子的屋里去告密 但却让我更要绝技死心盯紧音乐了 只要把音乐盯死在我眼里 我想他用身子换的粮 早晚都得分我一半 这一夜别人都在屋里钻在被窝里躺着时 我是在区院的寒冷里边度过的 我每隔一会儿都要到孩子和音乐的门前走一走 我料定音乐会在晚上去找孩子的 果然就在半夜时 上弦乐悬在天空间 黄河故道上的冷 冰刺刺钻进人的鼓缝那一刻 音乐从他的宿舍出来了 他先装出上厕所的样 朝女厕所那边走了走 看前排后排的人们都睡了 屋院里的静 如汪洋一片死去的水 然后他就在女厕所门前站一会儿 咳一下 又折身朝孩子的房前走去了 我是闪在屋院大门外边的 至死音乐都不会知道这一夜 那个总在偷记罪人录的作家 始终躲在门外盯着他 六强风把我的双腿双脚吹麻了 寒冷冻得我双耳要从头的两侧掉下来 我不断地轻轻跺着脚 并把双手对搓后捂在耳朵上 借此证明我没有被活活冻死在这一夜 也就在月亮由灰白变为下半夜的冰青时 我听到了来自院内的脚步声 摆住了音乐在院里假东珍西的身影了 到孩子的窗前边 他轻轻敲了孩子门口的窗 没有动静后 他又敲得重了些 不知他统共敲了多少下 也听不到孩子在屋里说了啥 但我清晰地听到了音乐在窗前说了句 你把门打开 又不知孩子在屋里答了啥 音乐接着很固执地连说两句 你把门打开 我有要紧的事情给你说 短暂的沉寂后 孩子屋里的灯亮了 随后孩子一开门 音乐就从那门缝挤进了屋子里 我迅速从大门外的墙边朝孩子的门前溜过去 生怕有一瞬间 音乐和孩子的事情没有被我掌握和看见 可到孩子门前我又犹豫了 担心孩子会突然开门发现我 于是我又退回去 等了一阵子 没有见到孩子开门观察门外的静动和风声 才又朝孩子屋前靠过去 为了能在突然之间闪到孩子屋的墙角后 我不再去孩子的门前听动静 而是爬在孩子屋的窗帘上 窗帘离那个可闪躲的墙角只有两步远 能进能退让我的胆子放大了 我把我的下巴撑在窗台上 把耳朵贴在孩子胡了牛皮纸的窗户上 窗台是由烧砖砌成的 搁上去的下巴有许多沙子揉在我的下颌皮肤里 窗子的凌秤不知是什么木光滑冷硬 如冰一样含着我的耳轮廓 我就那样贼着耳朵听 终于听到了音乐那几句 让我浑身发热心跳的话 你是嫌我年龄大还是长得不够好 音乐问着停顿一会儿 开始用明明白白的声音说 我不能白吃你的炒黄豆 在九十九区里 没有那个女人再比我年轻漂亮了 算我求你 你就把我要了吧 不知孩子有什么反应和动作 没有听见孩子说什么话 只听见屋里有了孩子的脚步声 然后音乐就又说话了 你要了我 我只要你给我一牙缸炒黄豆 有了这一牙缸黄豆 我就能吃三天或五天 熬过这几天我就有别的粮食了 再也不会来找你 说完这些后 不知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床响的声音传出来 那床不是柳木就是榆树木 干烈的声响 仿佛有斧子 要把一段木柴劈开来 可随后突然寂静了 屋里屋外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在那很长一段时间的寂静里 突然间 不知什么声音响一下 从门缝窗口 传出了孩子沙沙哑哑的祈求声 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受了委屈 有求母亲那样说 算我求你了 我就想这样子 算我求你了 我做梦都想这样子 我无法把他俩的话 用想象串在一块 可能话中 诱人的热欲在我身上 温开水一样浸泡流动着 我不再感到寒冷了 好像手上还出了一丝 粘稠的汗 伸出我的舌尖 我像乡村爱偷爱听别人墙根的人 终于把那窗纸 用舌尖舔舔了枣式的一个洞 将目光贴在那洞上 屋里景况的意外 让我如走在路上 碰到了一条横在路上的蛇 孩子的马灯是搁在桌角的 在那黄光里 床腿边依旧摆着那个泥火盆 火盆里还有许多火镜 在柴火灰里闪着金黄的光 而孩子的床铺边和床里墙壁上 原来稀疏的别花挂花处 现在全都被孩子 从上面带回来的各样的大红纸花填满了 且床铺用草席捧着的顶棚上 竟也又挂了一朵一朵的大红花 红天红地 孩子的床像荡在洪水洪浪里的一条船 可在这红帆船似的床铺上 躺着坐的不是孩子他本人 而是赤身裸体的年轻音乐家 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浑圆的尖头和乳房 全都悬在红的半空里 流水似的黑头发多半在背后 少半顺着耳边留在脸前的左肩上 因为屋里有那一盆火 因为灯光和满屋挂的花 似乎音乐没有那么冷 他坐在孩子的床中央 用孩子的被子盖了他的下半身 只让自己的上身乳白在红的半空里 因为那赤裂裂的红 他的身子和脸也都挂着红色了 像染了红粉咽水样 整个上半身都被浸泡成了性桃色 而且在那桃色里 他望着面前也令他深感意外的 孩子的表情和举动 使他脸上有了很浓的尴尬和不知所措的样 孩子竟然是跪在他的面前床下的 依旧穿了他日常间穿的裤和袄 从窗口这一眼小洞望过去 看不见孩子的脸和表情是什么样 却清楚地看见孩子面前的床边上 被子脚 几朵大红的花叶尖 摆着去年孩子到上面省会 现五星唇钢迎回来的那把枪 手枪还是油光黑亮着 枪柄对着床头那一边 枪口斜斜地对着孩子的胸 孩子就那么跪在枪前和赤裸的女人音乐前 半是哀求半是明明白白道 我真的求你了 我就想这样子 如此说着时 孩子的目光是搁在音乐的脸上和胸上的 可他说话的声音和语调 却像什么都没看到样 嗓音里有些男孩长大成熟变身时的 粗啦啦的哑 又有些哀求人时的伤感和疼痛 我去过很多地方了 见过了很多市面和上面的人 现在我就想这样 孩子说 你下来 让我坐在床上的一堆红花里 你对着我的正兄开一枪 我就想这样 做梦都想坐在一堆花里 有人朝我开一枪 让我向前倒在花堆里 你朝我开一枪 那一袋面 一袋炒黄豆 全都归你了 孩子说着又瞟了音乐身边 和头顶红天红地的花 另外 我再给你五颗大的星 有星有良知 你就不用在这儿挨饿了 就可以自由回家了 可以想和哪个男人结婚 就和哪个男人结婚了 说完这些后 孩子变得比先前平静了 他把目光盯到音乐的脸上去 还把面前的手枪 朝音乐身边推一把 等着音乐的决断和举措 可在这时候 音乐从刚才的尴尬中间 醒将过来了 他又盯着孩子看一会儿 咬了一下自己的下嘴唇 最后用目光逼着孩子问 你真的不要我 你不会真的是个不正常的男孩吧 问着看着孩子的脸 不知他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啥 过一会儿孩子没说话 他就忽然从那被子的一边 拉过自己的上衣穿起来 接着又坐在床上穿着裤子 站在床铺上 待他三三二二很快地穿好衣服 系上裤子 从床上绕着红花下来时 他站在孩子身边上 有些屁腻地对着孩子道 起来吧 我没想到 你原来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以后饿死 我都不会再来找你要凉了 说完这几句 音乐并不管孩子跪着起来没 也不去帮着孩子 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就扣着脖下的扣 朝着门口走过去 在屋门响的那一刻 我一闪 退着躲到了孩子的墙角后 我一闪 我一闪